是在哈囉 你就是往他臉上怪就對了 他講Holy 那個亞洲人 我讀設計系有專門設計人 其實還算是說 剛開始想要自己在網路上 嘗試要做什麼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些網路的留言跟feedback 讓你覺得可以這個東西可以做下去 雖然那時候沒有賺到什麼錢 但是我覺得觀眾對作品都算蠻有反應的 所以目前還沒有遇到一個東西 是覺得想放棄的 與其說想放棄 不如說我還沒有開始正式想要做音樂前 就是說沒有把這個東西 當成認真的職業在做之前有想過放棄 可是對我來講那時候放棄沒什麼 就是想說這個興趣好無聊 不然我不要玩了 那個時候是考慮很多東西覺得應該是可以做 考慮很多是有考慮很長一段時間嗎 大概可能一個幾個月半之類的 那經過多層面的分析覺得這個東西是 有percentage可以成功 你說多層面分析是有列個爆表出來嗎 因為我是實際的人 所以我會想求例如說 我幾歲或是我怎樣 我可以從哪邊開始做 然後我認識多少人 然後我的音樂的成熟度到哪裡 然後同業競爭產品有多少 然後就是思考這可以做 你究竟你是讀設計系的嗎 嗯 你不是讀商科吧 我讀設計系有專門設計人 沒有啦開玩笑 我不需要做這件事因為沒有遇到 但是就我的經驗的話就是 你如果是在 國高中在國外遇到這種事的話 就是 說真的啦講實在這不是很鼓勵啦 但是真的是你就是跟他們硬幹一架就對了 女生欸 蛤 女生怕惡人嗎 沒有我跟你講他們真的是就是 怕惡人 他可能真的覺得你不會還手 你就是往他臉上灌腿 他會 他會講Holy 那個亞洲人 他就絕對不會再弄你 你國高中其實說真的有時候你要生存下來 你是需要一些地下法則的人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都知道 不鼓吹暴力 都不真的不鼓吹暴力 但是很多時候家長不明白說 學校所發生的事情到底長什麼樣子 有時候 就是你跟那些沒有辦法講這種道理的人 你就是要覺得說 他至少在 至少在 自己上沒有辦法弄你 對吧 我覺得貓的那種捉摸不定是OK的 那你不要過頭 你知道 欲擒故縱要有一個尺度 你不能到最後我覺得你跟神仙一樣飄渺 有時候你叫不來 你不叫他又來 或怎樣之類的 但你不能太過分 你知道嗎 已經完全是 你完全摸不清一個人 沒有你就想像 你想像一下 那個人已經是殷勤不定了 那已經對你來講是一個 哈囉 是在哈囉 連你也會 蛤 連你也會這個 我覺得這詞很北拉 因為 當哪一天你金錢自有的時候 也許 你的創作才可以達到 最奔放的狀態 因為你已經不care這件事情 又沒有賣錢 你只想賺錢 嗯 通常 不care市場的人有幾種人 一種是家裡本來就有錢的人 一種是自己賺的錢 一種是窮他也不怕的人 就這幾種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其實任性是給有錢人 我要做自己 其實做自己是這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 因為你不用去 演不用去 做自己很簡單 真的 你什麼都不用想就可以做自己